因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医用口罩等防护用品十分抢手 为了能向武汉等疫区尽可能多地提供专业货目镜 产品远销世界各地的厦门台资企业摩比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毅然将海外订单延后,日夜兼程赶工生产 在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公布的第二批主动签订 保供稳价承诺倡议书的防疫用品名声商品生产企业名单里 来自厦门海仓的摩比光学榜上有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该公司就近组织未返乡员工 每天三班倒24小时连续加班赶至医用户目镜 我们公司从初期开始就一直在准备复工 那从初四召集了附近大概二十几个没有回家的那个员工 就开始陆续复工的 那每天大概的产能大概是四千多只可以出到武汉 该公司的产品通过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标准检测 此前,因产品均为外销,在大陆没有办理相关认证 为此,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于2月1日特别前来特事特办 批准第一类医疗器械设备备案 此外,该公司很多原料均从海外进口 海关部门则为此专门开辟了绿色通关 厦门市供电部门也派出供电车前来公司24小时待命支援 我们公司原本的员工有350人 但是因为目前只有六七十个人能够回到工厂复工 所以呢,我们每天加班加点的在感知这些护目镜 连我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投入到生产当中去 这是为了要尽快的把这些护目镜出到武汉那边 目前,摩比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已赶制出十万只左右的护目镜 优先供应武汉等疫区 该公司负责人蔡先生表示 海外订单延后发货虽会损失 但能为疫情防控尽绵薄之力,则无旁贷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